范诚诚和不同女星适配度 和八岁的杨子同好 两人有种姐弟CP及时感 虽然年龄差距有点大 但两人相处起来完全没有带够 片场就是打得闹闹气氛很是欢欢 和大六岁的白鹿同好 两人一直刺着大牙嘎嘎乐 白鹿完全没有任何偶像包裹 搞笑男搞笑女同台 一个比一个显眼 不过正经唱甜歌的时候 还是挺好磕的 和大一岁的张静怡同好 两人就是青春小说中走出来的男女主角 并且两人颜值性格都很大 一个搞怪跳脱 妥妥的小情侣及时感 和大两岁的周也一起露警 两人年纪相当看着也很般配 范诚诚亲切地叫周也爷子 玩游戏毫不留情张嘴就是调侃 逗得周也害羞藏起来 咱就是说你俩什么时候这么熟 和大十八岁的贾琳同好 别看姐弟俩年纪相差很大 藏份可不少 贾琳给了诚诚独有的温暖 诚诚也给了贾琳所有的提供 同台合唱时这甜蜜的笑容 是藏都藏不住 和大三岁的关小彤同好 范诚诚全程让的笑容 看似互对但好甜 同台跳舞宝贯甜蜜 牵手互动氛围感十足 但当范诚诚遇到剧情人 就直男本性大爆发 为什么当时在你这四千年 我哪知道啊 你应该也解释过好几次吧 我其实我没有解释过 从来没说过吧 从来没说过 我八千 也有你是一万二 你一万两千年 属实是冒犯了幸亏小剧皮笑 直到看到南来北网 演员网传片酬 才知道为何渔圈人人都想过 丁永丹饰演师傅马回 老戏谷的演技毋庸置疑 有实力有知名度口碑好 片酬不低在五百万组 江岩饰演姚玉玲 粗道多年演技可圈可点 作为女二号戏份也不少 广传片酬五百万 刘冠玲饰演人大力 同样是有演技的实力派演技 剧中人设还挺好写 大概是知名度不高 片酬也不及姚玉玲在四百万组 刘军饰演汪勇 上次对她有印象还是在制作 这次不演扎跌了 虽然戏份不多 但她的片酬也是四百万组 虎可饰演王素芳 作为杀艺的老婆 她在渔圈的知名度也不低 虽然在剧中第十七集就下校 但演技是可圈可点 片酬也在四百万组 倪大红饰演老瞎子 有实力有名气还是为老戏服 演技没得说 剧中虽然出场很少但片酬不低 在三百万组 京城饰演五一号马列 可能因为脸将感觉演技一般 网友纷纷直呼太出息 不过作为当红小发又是那一号 她的片酬自然要高一些十八百万 最后就是男主角汪欣的饰演者 这部剧拍摄时还没有春山雪这件事 口碑名气都在线 也有一定演技片酬自然全场 最高是一千二百万 也算实质名归 明星的教养真的和学历不关 你看黄磊路上遇到龙雅人求助 他不仅没有事与援手 还不耐烦地把对方推开了 反观赵路司机场遇到路人摔倒 立刻上前帮保安维持秩序 搀扶路人帮忙捡东西 我真是人美心善 七尾走红毯大气失足 可当李仪小姐递上千字笔 他却看都没看对方一眼高傲走 反观郭麒麟走红毯 全程态度谦虚的貌 弯腰双手 接过千字笔还对了一道鞋 相比之下谁更有教养的一目标 毕业于中央戏剧学院的张继忠 在渔圈也算了上市老前辈 可在后场区还是绑不住自己的眼睛 打量起身后的女性 察觉镜头这才慌张转 王家尔和身材火辣的女性跳舞 当对方扯着她的手往身上来 她宁直不去 和对方面对面时也直接闭眼 绝对不多看一眼不该看 杨丽的粉丝见面会上 看到粉丝送的礼物略显人家 嫌弃的表情是藏都藏不住 甚至还直接当面丢在地上 何影时又故意用扇子当脸 既然这么不情愿 办什么粉丝见面会 看看杨子出席活动 一下车就去接信 看到子米奶奶一边和妈妈介绍 一边穿过层层人群去和对方很好 有礼貌又懂感恩的女性谁不喜欢她 白鹿就是纯粉达人了 每次都会给等待的粉丝准备礼物 即便自己上班都要迟到 还不忘和粉丝们打招呼 过年还会劝粉丝早点回家 这样的偶像才值得粉丝喜欢